现在就是回到那个 等于是每个队长都有一分 每个都有两名队员可以进入 这回到一个最初拉锯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所有人都会更加紧张和更加看重 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只有两个人 八个作品已经全部的表演完毕了 目前王嘉尔的《往这里看》战队积一分 王一博《一波王炸BOOM战队》 张艺兴《核心武器战队》 钟汉良《娃娃酷宝战队》 同样集一分有两个晋级名额 我们的比赛并没有结束 下半场的对决 我们采用的是《战队积分抢位战》 来了 叫《战队3》 我们用 大家都开了 我们用第一比赛 开起来 我们用1V1战队和2V2战队的方式 来争夺通往复赛4的最后八个晋级名额 只有八个 每位队长需要派出一名选手参加1V1战队 并选两名选手参与2V2战队 在这里特别指出的是 在《这就是街舞》第三季的战队合伙人活动中 一波王炸战队在7月18日到7月31日的 第一阶段的优酷战队毛巾榜中 获得第一名 因此成功解锁了唯一一个战队复活毛巾特权 因此在本环节中额外获得一个名额 参与战队 因为他们有可以派四个人战队 但接下来的战队 你们可以有四人出战 其中三人参加1对1和2对2的对抗 另一人在任何一轮都可以轮换出场 四位队长你们要商量谁来参与1V1 谁来参与2V2 现在请你们上台 可以跟你们的队员进行商量 咋办 大家都拼了命地抢的 这一轮大家觉得都拼了命抢的 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势均力敌 对吧 每一个人都有两个人的机会 我们虽然比赛很强 但是就是一定要往死里拼 就必须赢了那种 是必须赢了 来来我们来说一下 他们一定是有一个小姐 要不就是肖志斌 要不就是艾开东 我觉得小宝 小宝可能会吃到 小宝一个人出来比赛 他会很讨喜 你怎么想 因为我是这么想的 你想一下 因为其他组王一博那组 绝对不会派你弘扬 肯定是大亭或者Bobo出来 所以说我们要拿我们这一组 别人没有的 或者拿我们这一组 相照于对方比较强的 出去打1-on-1 谷谷 我觉得很想打 谢谢 谢谢 别意思 认真点真的 认真点 OK 加油 等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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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着他们 行干着他们 我先拉筋先 好 我先热身先 我刚我刚看到了他们好像是 杨凯跟龚孙吴明会上 已经开始排Routine了 他们两个要上的话 我觉得两个Bobo好对 不好打不好打 两个Bobo不好打 如果我们碰到一博的队 他肯定出Bobo 2V2他肯定出两个Bobo 对啊 那都说吴明杨凯 我肯定 对不对 我都没看我都知道 所以说他们Bobo 我们就不能Bobo 我们就Dancer 就Watking 好 全场气氛啊 专业的东西啊 我们自己有想一个 你想啥 2 2 1 他们俩有排一点东西 就因为他们俩有一起练舞 他们俩有一起练舞 好 好 现场倒数十秒 十 是你们自己的身体状况 九 你们身体状况完全OK 八 上就是了 你就是五个人选三个了 娃哥 你现在要把我们两个出去 对 是五个人出三个就好了 五 OK 有自信 那再留吧 好吧 三 必须把康宅干掉 必须干掉 一 好 马上为大家公布 队长决定的出战人选 首先 参加1V1Battle的 娃娃酷宝战队 派出的是 肖杰 核心武器 派出的是 核心武器 派出的是 核心 一波王炸 派出的是 Bubu 拍到了 这一场应该算是一个 特别高战力的战争 我想所有的路者 对这场战争都是 特别期待的 这个阵子非常恐怖 肖杰 老师 然后Bubu 就随便 就是 就是那种 你随便挑一个出来的 都是那种 全国冠军 就是那种 还有世界冠军 王这里看 派出的是 小肠 李春琳 李春琳 派出的是 李春琳 问号 问号 出奇招的 他 我知道了 他们想要央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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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以为我会觉得 1v1肯定派小潮 肯定 就是因为你们知道我这个 我就不让你知道 接下来宣布的是 参加2v2比赛的人选 娃娃酷宝战队 派出的是 小宝 小明 他的主意小明 核心武器派出的是 乔治 腾仔 一波王驾派出的是 一波王驾派出的是 大庭 店门 啊 啊 两坦没上吗 行 干得了 我先拉金先 好 演一下 先热身先 迷惑他们 他们肯定现在在看我们 我刚我刚看到了他们好像是 杨凯跟公寸无名会上 就是要迷惑什么 你知道吗 偷动一下 我们用了一个战术 就是我们故意当了全场人 去做了一个热身 啊对啊那公寸无名杨凯啊 我肯定对不对啊 我都没看了我都知道了 啊 王这里看战队派出的是 雷晓阳 小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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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 啊 有呀